运动过量一定会加速身体衰老 但是你一定不会运动过量 因为你的意志品质 你的身体条件 你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根本就没有资格运动过量 当你冲400米的时候 不到一分钟 你身体的乳酸大量堆积 你浑身肌肉会感到剧烈的酸痛 你根本没有办法继续跑下去 你跳了20个波比跳 你身体的血氧功能不足 你就会感到头脑发晕 你没有办法再练下去 你让一个没有经过长跑训练的人 去跑马拉松 这就是过量训练 但是他才跑了两公里 心肺就炸了 他根本跑不下来马拉松 他怎么运动过量 但是为什么专业运动员会运动过量 因为有教练拿着棍子 站在场边强迫他训练 他不练教练就会打他 就会侮辱他18倍主动 为什么你减脂这么困难 二战德国集中营里 不管进去什么样的胖子 过一段时间都会变得骨瘦如柴 因为有德国鬼子拿着枪指着他 不许他吃饭 运动生理学第十章运动性疲劳 运动水平的提高就是一个 疲劳恢复 再疲劳再恢复的过程 适当的疲劳对我们的身体 是一个良性的刺激 甚至偶尔的过量训练 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良性的刺激 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突破 但是过量训练 一定是在一个长的周期的过程当中 才会产生 你一次训练把自己练吐了 这是过量训练 但是没有关系 但是你天天把自己练吐了 一个月当中 你每天都把自己练吐了 那这就是过量训练 但这不是训练的问题 这是你脑子有问题 控制自己的运动量 不要把自己练吐了 你都不知道吗 如果你真的有每天 把自己运动过量的意志品质 那你今天也不会混成这个德行 你早就考上了 清华北大世界500强了 关于过量运动 是和运动水平相关的 很多人认为 马拉松练习者是过度训练 但是你要知道 马拉松不是有脚就能跑的 是一年五年 十年如一日的训练 慢慢的累积 才能跑下来马拉松 你觉得马拉松爱好者是过度训练 那是因为你废物 你无能 对于马拉松爱好者来说 日常当中的一个活动而已 这里面要聊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 马拉松练习者衰老的很快 这是因为马拉松练习者 长期长时间在户外跑步 他们的皮肤经过长时间的日晒 变得发黑发皱 但是你们要知道 白嫩的皮肤 在自然环境当中的生存能力是很差的 不信你到沙滩上去晒一个小时 你的皮肤保忍晒伤 但是马拉松爱好者 长期在户外经过日晒的皮肤 他的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更强 他的皮肤的实用价值 要远远的高于白嫩的皮肤 所以这两种皮肤没有好坏之分 只有你的审美的区别 但是要知道 马拉松练习者的身体机能 要比你们这些 不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强几百倍 关于过渡训练 还有一系列的生化指标 比如血尿素 血乳酸 但是这些指标 你都不需要知道 因为你根本就用不到 现在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实用的 就是当你走进训练场地的时候 你是否感受到一种生理性的不适 压抑 不开心 如果当你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停止训练 去按摩 可乐 炸鸡 冰激凌 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去放松自己 还有一个常见的 就是我们在训练后 遇到的肌肉酸痛的问题 训练后的肌肉酸痛 不是因为乳酸堆积造成的 而是我们肌细胞 微损伤 带来的延迟性酸痛 这种酸痛通常出现在第二天 往往会持续两三天的时间 产生这种酸痛的原因 是因为你一个训练动作 超过了一个星期没有做 那么因为你身体不适应 就会出现肌肉微细胞损伤 带来的延迟性酸痛 但是这样的酸痛 是一个良性的酸痛 它不是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的训练都是科学训练 训练方法 训练时间都已经科学化了 所有张口闭口 就餐过度训练的人 他们一定是没有进行过 任何体育锻炼 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人 他们躺在家里面 都已经发烂发臭了 那么我们在运动当中 会遇到的问题 大多是训练之后的 营养补充问题 因为错误的训练方法 导致的伤病问题 还有我们训练后的 身体恢复的问题 这些问题 我们以后在别的视频里讲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不需要去担心过度训练 放心的 大胆的去练就可以了